字幕志愿者 蔡總共 帶我們來看到 五月又到了報稅的季節 今年報稅非常不一樣 蔡總共這是史上最麻煩 最複雜的一次 而且要告訴大家 蔡總共是史上最麻煩 康材要錢就抓得好 不然你是買家的 你投資五票的 不然你是有錢 你沒有錢 政府都要你多吐錢出來 請講 西洋有句話講得好 他說 人生有兩件事情 沒有辦法躲避 哪兩件 死亡跟稅 稅 追到天涯海角去 不管你是有房階級 或者零鼓力的大戶 或者 我就是要一點錢 存個股 小資族 對 老公的 頭都大了 連我是小資族 存股來過活養老的 我都躲不過 其實繳稅 國民應盡的義務 是 但是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要符合公平正義 所以今天 對 公平正義的情況之下 大家等著看說 我們曾經有稅改過 那 2016 下一個月 就是稅改要收割的情況 有沒有落實公平正義呢 對 你有錢的人要多繳一點嘛 對 讓我們這種一般小資族的 是不是能少繳一點 是 沒錯 雖然說號稱 史上最複雜的所得稅 但是 它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 來 我看 有錢人 從憲哥這年收入 超過一千萬 要注意 你看 我們以前所得稅分五級 對 最高的話 大概就是440萬到1000萬 當然這個是禁所得 對 你要划40% 過去你可以看到 到這裡就到頂了 總共 總共就是40% 你划得好 天王老子就是40% 今年 超過一千萬 盡所得的 要第六個級跡 45% 史上最重的稅 這樣幾乎 你的所得跟政府 對半分 就是說 我怕賺一千萬 我就一半要讓政府 靠稅 那像憲哥 比說一千萬 過去他只要繳 四百萬 對 現在要多繳個五十萬 那這樣聽起來 對不對 有錢人賺得多 國家跟你多科點稅 對 公平正義有符合 對 這樣的人 國內有多少 估計有九千五百位 是 快一萬人 對 平均每個人量 多繳了百萬 所以看起來 我們要把這個 富人稅 其實鼓掌 但是 一般的人 能不能掃繳 我們有一下 有三個 這個標準的扣除了 減掉了什麼 單身 七萬九 提高到九萬 對 這樣有 有一萬一 對 一萬一 然後夫妻因為兩個人 十五萬八到十八萬 對 還有薪資特別的扣除額 一般都是理稀稅的 沒錯 從十點八萬到十二點八萬 這樣有增加兩萬 所以這兩個部分加起來 有三萬一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天的標準扣除額 跟薪資特別扣除額 這個跟你我跟絕大部分 都有關係 這樣子 小資主化的小確幸 對啊 其實 社會的薪資小資主 其實有六百萬人 蠻多的 對 我們看一下這兩項 標準跟薪資的扣除額 加起來就會有3.1萬 那我假設我的稅率是5%的話 對 我可以小繳多少稅 一千五百五十塊 不少補啊 今年的這個報稅 我覺得對一般人來講 負擔是減輕了 我們聽到這個地方 可能大家已經撞起來了 且慢 為什麼 蔡總進一步要來告訴大家 今天你是小資主 你可能是壽星 但是你也有可能在股票裡 我賺了一點股力 我穩穩的賺了一點外快 但是對不起 你剛剛說的 逃都逃不掉 一個死一個歲 為什麼正負追到天涯海角 現在抽稅的針頭 已經打到哪裡 打到股票族了 股票族不管你是大咖 不管你是小股民 一視同仁 鼓勵扣底減半 這個是什麼意思 以前我記得這個存股 買股票 參加它的一個除息除選 我不是領到股力嗎 股力啊 領到股力 我可以全額的來抵稅 對 現在對不起 我們只能抵一半 抵一半的概念就是過去 鼓勵所得 我可以全部抵 抵一半的意思就是說 我今天 我能退的稅第一個 你可以想退的稅變少了 不然就是你拿到的股力 不是因為上手會先把你抵掉嗎 變少了 反正進我口袋的錢 就是變少了嘛 對 那有一個媒體 我們假設 我們觀眾你的稅率 一般來講 你要去參加股票的除息 一定是 你個人的綜合所得稅率 要低一點的 假設你是12% 然後呢 你去參加股票的除息 這個股力啊 扣底即便減半了 對 但是 他的稅率比你12%更高 那因為你先繳了股票的稅 所以隔一年申報的時候呢 他這個差額就退還給你 所以今天 Mega講到這個地方 看個人口袋 個人實力本事 你要選的股票 最後的那個扣底減半 會影響你最後 能不能拿到退稅 好 今天清皇在這裡 我們公告介紹 全部都是數字 舉一個例子 大家就聽得非常清楚明白 你今天有準備什麼例子來 好 我們來講給大家聽的 可能會比較好理解 就是說 假設今天像我跟蔡總 那蔡總當然是 身價破千萬 年收入破千萬的 所以一定是適用最高的 那個所得稅級距 今年就是45%的喔 但是在之前救治的時候 我們要告訴大家 救治跟薪資有什麼差別 所以像蔡總 就已經是45%的 那我的話呢 我就是算12%好了 那我們同時呢 都去買了一家A公司 我們買 我跟蔡總都買了他 10張A公司的股票 那A公司的股票呢 他今年決定要配息 要配兩塊錢 同樣都是配兩塊錢的利息 會發生什麼差異呢 那我們要計算說 這一些股利的所得稅 要怎麼算 這個首先要講的一個概念 叫做股利總額 我們就是把股利總額 你拿到多少股利 去乘養那個你的所得稅的級距 你的稅率是多少 那在股利總額裡面 有兩個項目 第一個項目叫股利進額 什麼叫股利進額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嘛 這個A公司呢 配給我們一股兩塊錢 那所以你有十張 就等於有兩千 就等於多少 你有大概兩萬股 說錯了一萬股 那一萬股乘養兩塊錢 就是多少 就是兩萬塊 所以最後你的這個 所謂的股利進額 就來到了兩萬塊 對 最後的股利進額 就是兩萬塊 那第二個部分 你要去計算 你可抵扣稅額 這可抵扣稅額 我們假設A公司 是用最高的是48.15% 所以你把兩萬塊 乘以48.15% 就得到了九千六百三十塊 這個時候 我們就知道 我們的股利總額 就是兩萬塊 加上九千六百三十塊 所以等於兩萬九千六百三 對 那所以 蔡總跟我的股利總額 都一樣是兩萬九千六百三十塊 這個時候蔡總跟我有什麼差別呢 我是12%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兩萬九千六百三十塊 乘以12% 再去扣掉可抵扣的九千六百三十塊 這個可抵扣稅額 我們就得到了多少 負六千零七十四塊 所以最後算出來 青黃是要負六千多 換句話說 你可以退稅退六千多塊 對的 這個時候國家要退稅 六千零七十四塊給我 那蔡總呢 因為在救治 救治的所得稅 稅率最高是40%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把兩萬九千六百三十塊 乘以40% 再去減掉我們剛剛講的 九千六百三十塊 可抵扣稅額 所以這個時候就得到了 兩千兩百二十二塊 也就是說蔡總必須要再去補稅 兩千二百二十二塊 來 我們聽到這個地方 來 這個是救治 也就是去年你都還是這麼算的 對 去年你都還是這麼算 為什麼 因為最高等級級距是40% 好騙到 到頂了都還40% 最後他只要補兩千多塊 然後青黃可以退六千多塊 這個是去年的事情 對 今年 這個最重要 今年 對 今年什麼東西發生變化呢 就是這個可抵扣稅額比率發生變化 砍一半 砍一半剛剛那個九千六百三十塊 就剩下多少錢呢 剩下四千八百一十五塊 所以我們看到公事在這個地方 各位 今天在可扣抵稅額的比例 後面還要乘以二分之一 這就是今年第一次上路最大的 對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們剛剛談到的股利總額 兩萬加上四千八百一十五塊 對 就只剩下兩萬四千八百一十五塊 沒錯 所以今年發生什麼變化呢 像我的部分好了 我的部分就是兩萬四千八百一十五塊 乘以十二趴 是 最後再去減掉那個可抵扣稅額 四千八百一十五塊 對 我們得到的數字是 負一千八百三十七塊 也就是說 今年國家退給我的稅 只剩下一千八百三十七塊 好 講到這個地方 我們就會發現 今天如果以青黃 口袋沒有那麼深的人 十二趴的結局來講 你可以拿回來 退的稅少很多 去年你還可以退六千 今年你可以只退到一千八而已 沒錯 所以你看我得到的退稅就少了四千兩百三十七塊 那蔡總呢 那蔡總一樣 兩萬四千八百一十五塊 乘以最高今年變成從四十變四十五 對不對 乘以四十五趴 再減掉四千八百一十五塊 這時候我們得到數字是多少 是六千三百五十二塊 補這麼多 所以下了一個結論是什麼 今天可扣稅額減半 就是貧富通殺的概念 沒錯 所以你會發現蔡總 就要多繳四千一百三十塊的稅 所以我們再讓觀眾朋友可以更簡單去理解 就是說 我們因為國人很多人很愛買中華電信的股票 因為中華電信的股票 現金通常都配的蠻多的 所以很多這個純股族 很愛買中華電信的股票 我們來看中華電信的舉例好了 中華電信假設配現金股利是五塊 可是抵扣稅額是二十趴的時候 你會看到什麼 你看喔 四十五趴就像蔡總這樣要繳的稅率 在救治的時候 他扣掉稅 他可以實拿到多少 拿三點三塊 一股鼓勵五塊錢的現金 他只剩下三點三塊 這個是蔡總的位置喔 這個是救治喔 三點三塊 可是來到今年用新治的時候 他只剩下多少 只剩下三點零二五 也就是說他少了多少 少了零點二七五 他少拿了嘛 對 他少拿了 同樣的我們看 比如說最低的 像五趴這個級距好了 五趴這個級距你看喔 在救治的時候 他可以拿多少 他因為退稅的關係 所以他可以拿五點七塊 對 也就是發五塊錢的鼓勵 但是因為退稅他可以拿五點七塊 是 可是來到了新治的時候 他只剩多少錢 他只剩五點二二五 也就是說他少了零點四七五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今天不管是蔡總的 四十五趴的等級 還是青黃的十二趴的等級 國家都要從股市投資人裡面 多撈一些錢出來 沒錯 所以你會發現就是說 這些靠這個純股 領固定股力的人 他其實是受傷最重的 憲哥 像你在口袋這麼刺激會最中嗎 你今年這樣會好過嗎 不要講我啦 今年所有的大股東 通通不要去儲權 尤其是如果現金鼓勵的話 另外對那些退休主來講 是最辛苦的 以前來講 退休主我可能有一千萬 我就全部投資中華電 那我一年就可以領個這個六十萬 結果現在政府這邊扒一層皮 那邊扒一層皮 扒到現在年紀大了 都不想活了 因為我們過去是死得太早 責任未了 現在是活得太久 錢又太少 沒有錢就沒有尊嚴 剛剛說了這個所謂的公平正義這件事情 剛剛我們看到的一件事情 政府從股市裡面再壓 再要更多錢進來 蔡總 這就是所謂的公平正義嗎 我們看到45% 史上最重的說下去 你就嗑得到嗎 他剛剛都說好像表面上是公平正義 但是人家說這個抽稅 好像拔鵝毛 讓這個鵝不感覺到痛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還沒有拔鵝毛以前 這個鵝已經跑了 鵝跑了 我算給你看 45%看得到吃不到嗎 這裡面的現象 早已經發生了 我們看一下 以前舊的時候 最忽冷不是40%嗎 好 他可以扣底 銀利事業所得稅 我們公司是17% 總共他實際的稅率是23% 對不對 那應該嘛 是 現在45%了 提高了45% 對 戶人稅 但是鼓勵扣底減半 對 所以你只有減掉什麼 8.5 是 二代健保還要 對不起 加個2% 這樣一來一回差多少 對 現在是38.5% 對吧 可是蔡總 對有錢人多磕一點 這不就是公平正義嗎 但是我跟你說 現在變成這樣 增加了以後 我變成怎麼樣 假外資 假外資 這無情人化身怎麼樣 假外資 假外資只要課多少 20%的稅 所以今天你明明應該是 老老實實的是38.5%的稅 我批上了外資的外衣 結果我只要給政府20% 而就跑掉了 對 那個號頂 不是設在那個威京群島 阿法公司 偷偷賣股票以外 還可以怎麼樣 可以避稅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天上億的股票套利 你要如實的去科他的稅 你根本科不到 為什麼 他設在外面 他根本就是外資 所以台灣現在 股市跟期貨發生一個 史上從沒有來 從沒有的怪現象 什麼事 今天股市的成交量 對 只有555億 兩千 今年最低 大家都要做股票 因為做股票像憲哥 這樣要去買 接著要除息的話 有辦法鼓勵扣利減半 或者沒辦法談 對 期貨 期貨現在外資一共有5萬5千口 相當於975億的成交量 期貨還比現貨成交更大 為什麼 這些假外資一支做期貨 不用繳稅 所以你可以看到 大水庫水這邊乾掉了 通通流到期貨那個地方去 進一步來講 蔡總要來告訴我們說 今天我們要報稅 這些人說 標準扣除額 這樣 列舉扣除額 大家不要覺得說 列舉 我可以扣一下嗎 我什麼樣也列上去 我就可以結稅 錯 今天告訴你 有一些根本是你結不了稅的 對 有的人講 買保險 一盎買也買 都可以結稅 但是要注意一下 這裡有五個要點 第一個 你不是實際親屬的話 無法扣除 兄弟姐妹不行喔 對 就配偶 子女 父母 祖父母 這可以 兄弟姐妹不行 你如果貼一個哥哥買一個保險 要來扣除 不行 再過來 非撫養的親屬無法扣除 你不是撫養的親屬嘛 你如果說這我是我的爸爸 但是沒有你撫養啊 你貼他買的保單也不行 他今天沒有跟你撫養的事實 抱歉 你那爸那你那爸 他不能扣除 好 還有要保人跟被保人 揮同一個申報戶也沒辦法扣除 你要同一個申報 比如說我替我爸爸買保險 但是你在申報所的時候 你爸爸跟你不是同一個申報戶 這樣也不行 三比一更嚴 今天就算你是直系的還不夠 你還要同一個申報戶 對 有的人去買那些地下保單 什麼那個條件比較好 境外的保單 對 政府沒有核准的保單 也不能扣除 還有非人生的保險會無法扣除 比如我出國買一個旅瓶險 那可以 地外險可以 但是你買一個什麼地震險 火災險 那個不是跟人沒有關係 那不能扣除 但是面有關係才可以